來囉 同學來了 禮人負債人生 欠錢日子好苦 剛開店那時候 就是遇到疫情的第一波 滾來滾去滾到最後 其實就是欠一千 我最慘的時候我有 偷吃室友的蘇打餅乾 然後喝自來水 隔著玻璃看電器行的電視 我就是藉那種有利息的 一開始也就3% 所以100萬你每月都給他 3萬塊的利息 倒到最後我最到10% 15% 20% 還有一週20%的 衷到吃臭酸食物 小麒麵差點露宿街頭 便利商店每天2點 會丟掉過期的東西 我就會去拿那個過期的食物 是喔 就是發霉我也能吃 我還去看街友是怎麼睡的 那也危險了嘛 可是因為我沒有 那妳 家 OK 好 OK 贏了耶 你們那邊有沒有100借一下 你一天幾百萬上下的人 你連100塊都要跟我借 要借錢找我就對了 來啦 你的歷史真的好普喔 今天我們要聊什麼 借錢 就是聊借錢 因為就是有些 真的沒辦法在生活上面 或工作不順利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低頭去 跟親朋好友借錢 我覺得這非常尷尬 對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少被借錢 但我媽媽常常被人家要借錢 妳女兒安心亞 不是啦 一次嘎三檔戲 你借應該很多 還有固定主持 一定會… 對不對 對 沒有 因為就是可能她的姐妹有困難 她就會 就是會借 但是我媽媽有跟我講過說 就是小錢就是借出去之後 可能就不要想過會拿回來 對 所以要有這個觀念 你們的小錢是 大概兩三百萬算小 對 多小… 那我好啊 那我借個兩三百 失去一個朋友OK 開玩笑的 對啦 開玩笑的啦 我覺得借錢就是小錢可以 我覺得可以救急但不救窮 就是你很急著要周轉 你下個禮拜可以還我 那我OK 但是我覺得有些時候 那個洞太大的話 對 或是你可能就是 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覺得那就不行借 但是如果是生意要周轉 如果感情非常好的兄弟 跟你在10年了 然後他跟你借50萬 50萬OK嗎 他跟你借50萬 然後他說他要去國外逼一陣子 你會不會借 會不會我說會 然後你就要跟我借錢 趕快說會 有可能 那有人跟你借過錢嗎 有 小錢的部分也有 你的小錢是多少 大概一兩百 哇 哇 我想跟你借 沒有啦 開個玩笑 但是真的有朋友借過之後 然後沒有還 沒有還 他也就 沒有 他也就沒有再跟你聯絡了 天哥 如果今天有個狀況 人家跟你借錢 然後沒有還 譬如說還差30萬 對 你在路上碰到他 你會講嗎 我可能用比的吧 比什麼咧 中指 怎麼樣 你是在騙騙的 這就是03 0.3 看他怎麼想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不要看 對 大家也不要看藝人說 就是外表好像光鮮亮麗 其實還是有很多乾苦 撐不過的或是需要借錢的 所以今天就邀請了 非常多藝人朋友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 這有什麼好分享 有沒有什麼好 現在是不是都沒有畫的 現在 你們全部都是最好乾的 沒有話題了 對啊 你們要海賤 你們要海賤 誰先到海賤 這有什麼好需要 海賤 分享故事之前 有人現在要分享別的 作品 對… 對… 最近發行了新書 先送主持人 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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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 我們也作家了有沒有 下期作家 別讓世界奪走你該有的燦爛 對 餘生只要取悅自己 對啊 所以我算是在喜歡的樣子 對 因為我算是在比較特殊的 餘生是誰 就這 接下來這一輩子 接下來這一輩子 蘇摩根 只要自己來 好 因為我之前是 生長在比較特殊的環境下長大的 我是在 技術在不同的人家 超過七個不同的家庭長大 這麼多 對 就是跟大家所認知的 正常家庭比較不一樣 所以就寫了就是一路以來成長的故事 然後怎麼逆境翻盤自己的人生這樣 就有分享給大家 那應該 人情冷暖 妳應該非常的有感受對不對 對 從小就在很冷的環境中成長 所以現在都不怕冷 還不穿褲子 太冷了 謝謝 太冷了 來不及 太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歡迎小巨炫 跟我們分享欠錢的故事 沒錯 他沒跳動了嗎 什麼意思 他就是正面的書 出完書就欠錢 沒有 他是以前的視訊 前面講感恩 感恩 我們現在後面都聊欠錢 而且他還欠10萬 對 對 好 來 所以先從 我先嗎 從年長的先 OK 欠100萬 100萬以上 為什麼會欠這麼多錢 是欠朋友嗎 自己弄的 為了什麼 為了買名牌刷爆名張卡 你會為了買名牌 這通常是女孩子 可能比較年輕的時候會做的事情 其實這跟我的原生家庭有關 因為我爸爸是軍人 我是軍人子弟 所以我們家庭算是比小康 再略差一點 所以從小在物質生活上面 非常的匱乏 穿衣服都穿一些 就是表哥他們 不要的 表哥他們的退家的衣服 皮鞋 我在國中的時候穿我爸的軍用皮鞋 我看的電影都是 軍中的中山堂跟中正堂 我連游泳都在海軍官校的游泳池游泳 所以沒有太多的享受過這些東西 後來為什麼會說為了買名牌 當然物質生活這個很匱乏 所以後來我到台北讀國光義校之後 之後開始自己賺錢之後 才享受到花錢的倡快感 因為我要把之前沒有得到的 悶壞了 他太久了 壓抑對不對 後來真正挖了一個大錢坑的 他是在我退了晚五 進社會開始上班 那個時候最慘的時候 最悲慘的時候是 天啊 這個不行 不行啦 沒有 那可是沒有辦法 控制那個自己的那種 消費的那種慾望 因為又獅子做AB型 又喜歡打中臉充胖子 然後追女孩子 喜歡女孩子 自己沒本事 然後還要買東西送給她 那個時候 基本上是算是 整個錢全部 最低音條金額 這一張多少錢 這一張多少錢 弄到最後大概一個月剩五 六千 六幾千塊 那沒有辦法 還好餓不死 是因為我們在美式餐廳上班 有包吃 後來是因為認識了一個 很好的朋友 李專的一個朋友 才幫我把這個整個財務狀況 那一陣子是 太扯了 那個消費 就是好像先挖枕頭 就是穿阿媽尼的西裝 阿媽尼的襯衫 BOLS的領帶 KUJI的皮鞋 KUJI的襪子 KUJI的皮帶 為什麼 為了 還買不起勞力士 那時候只買一個豪雅錶 那也很貴 去配一副8000到15000塊的 JUJU阿媽尼的眼鏡 天啊 全部都名牌 然後騎一個3萬2的交易 為了怕西裝弄髒 還去買一個JUJU阿媽尼的 瘋衣 那個白癡 心裡太空虛了 完全被物質生活控制 其實快樂是快樂在一下子 實際上回到家是可憐 苦到不行 挖到最後是我妹妹跟我爸告狀 我說爸爸哥哥很可憐 我爸才出手幫忙一下 那個利率是 像我咧 比馬哥好 蠻多 好一半 好一半 欠50嗎 50萬 50多啦 那時候 唉唷 討債公司早上門 哇 我那時候因為也是欠卡債 然後呢 因為我是雙重國籍的身分 是 美國跟台灣 哇 那就不只50萬啦 沒有 那時候還是 還在兵役年齡的時候 然後呢 就是每四個月 我就要出境 我就要出國 那你機票 你住宿 酒店 你吃這些都是錢 都是開銷 然後就常常有女朋友的話 女朋友就會跟 就帶著一起去 所以你就是那個卡 就一直累積越多 越來越多 然後第一張卡刷爆之後呢 然後有一些朋友 他就說 欸 那沒關係刷爆 你就再辦一張 再辦一張啊 反正人家卡仰卡 一定會過嘛 對不對 然後第一張就開始 比如說腳 最頂一腳 第二張一寄來呢 哇 上面的額度就是 六位數以上 七位數那種 你一看 哇塞 我又變有錢人了 你知道嗎 就很爽 你知道嗎 我又可以有這麼多 那個 櫃桿可以去用了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一個 然後後來就是反正就 你開始繳不出來那怎麼辦呢 好 我也沒有跟家人講 我就 然後呢 就好不容易繳了 一半以上了 就覺得啊 好像你知道 好像快要 OK了 OK了 那個負擔比較沒有了 結果呢 好死不死 信箱一打開來 某某銀行公司又寄來了一張 打開一看 哇 嗶嗶嗶啊 好亮啊 那一張我已經剪掉囉 又寄一張新的給你 又刷下去之後想說 我這一次我就少一點 他給我30萬額度 我每個月我就譬如說 我就刷個1 2萬 自我控制 控制個屁根本沒有用 你知道嗎 一下子那個 你只要 最近一腳他第二個月 他馬上就蹦蹦蹦 就上去了 後來真的是因為 在公司直接傻到我家樓下了 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我自己回家之後 就遇到了一個 他在樓下等我 就長得有點像馬哥這樣 老老實實的 就那種業務員的打扮你知道嗎 然後就客客氣氣 他就有點笑裡長刀 他說孫先生我們也知道你是誰 那如果你這個 再不給我們處理這個款項的話 我們就要這個什麼法律 就要什麼純正心函 就要搞那種 就是有那種威脅的那種態度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真的就是紙包不住貨 我就跟家人坦白 所以就把等於 家人就覺得說 趕快給我錢拿去 剩下趕快去處理 因為車也賣了嘛 講到討債這個我就想到 國豪哥跟馬哥剛剛那個都是銀行 我覺得跟銀行界 至少他是公家機關那沒關係 但是像我爸他是跟黑的 就是地下全光機 唉唷 因為他那個 在我小時候那個年代就是 還有我阿公的年代就是很盛行的東西 叫六盒彩 然後我爸就是栽在裡面 就是數五六百萬這樣子 然後就是跟地下 敷不出來嘛 那就只能跟地下全光借錢這樣 然後後面也還不出來 那就丟在全光就是派人來逃 我記得每一天那時候是 半夜只要大概兩三點 就會有人來按門鈴 然後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他從樓下 因為我們家是公寓 然後可能樓下門沒關 他就進來然後敲你們 然後最誇張的是 只要隔天早上起床 一定會看到 牆上有人用紅色的油漆寫 我爸的名字 Oh my God 這樣子 然後就是搞得你知道 整棟我們就整棟樓 大家鄰居對我們就是二言相向 每次都聽到 就是我媽帶我下班 所以下課回家的時候 就會聽到他們說 欸 那個怎麼還不搬走啊 好奇怪喔 趕快搬走 拜託 趕快離開好不好這樣子 他不只按我們啊 就是覺得按我們沒用嘛 他也會按鄰居的門鈴 就是全部都這樣按一輪這樣就對了 然後不過我覺得我算是 就是比較幸運就是 我媽她一個人就是 馬上 因為房子後來就賣掉了 賣掉才還得出那個錢 然後也讓我繼續上學 該有的都有 沒有就是導致就是窮困潦倒的地步這樣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真的很謝謝媽媽就是 扛住我的人生 哇 我剛剛本來以為她講說 但還好就是爸媽告訴我說 我可以不用幫忙嗎 是鄰居了 喜獲鄰兒 這個很痛苦 很辛苦 來 小英也來分享一下 我是因為家裡負債 然後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曾經家裡是有錢的 然後爸爸是工廠的那種大老闆 結果後來就是因為遇到一次金融危機 然後就 後來就付不起員工的薪水 所以早知道還要去各種去借錢 借好幾千萬這樣 然後後來她又突然一絕 就是生病啊 然後一絕不振 就變成 我後來最後一個學期 因為我那時候讀小學 結果後來有一次班主任 就是在台上直接公布說 小英 那個我們 這一個學期妳還沒有繳學費 其他同學都繳了 就是妳囉 然後我那時候 我就聽到這個 我也是很難過 因為我不知道我爸爸就是 原來破產了 後來呢下課之後 同學都圍著我說 妳今天妳是家裡沒錢囉 繳不出來喔 超難過的 我後來就直接跑去廁所哭 造成我的心理陰影 真的 而且妳那老師也很壞耶 不過我們今天講的 這個可能都還算是 數字還不大 對 今天來到現場 也有一個真正大尾 大尾很慢 李然 OMG 歡迎你 OMG 妳要來跟我們分享什麼 這招還帶鑽石 對啊 假的… 我今天來我才發現 我是欠最大的 因為我想說 大家才50萬 100萬 小K 小K 妳比起還算 還可以輸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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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應該輸到這個 妳辭職 妳今天應該擺個大沙發 給她坐的 對啊 今天應該是我的特級 對啊 真的 因為她欠最多 對 我其實今天有嚇到 其實沒有人喜歡 讓全世界知道妳欠債這麼多 因為當大家知道妳欠債很多 沒有人要當妳的朋友了 真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欠一千萬 什麼原因呢 開店 開店 避身積蓄 這是投資… 對 其實我會在這邊 跟所有想要開店的朋友們說 尤其是因為我剛開店那時候 一開就是遇到疫情的第一波 私處大家都知道沒有翻桌率 對 沒有過路客 因為是在一個很隱秘的地方 為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 用餐開在一個很隱秘的地方 超隱秘 進去還有暗號 對 什麼暗號 暗號全部講完 兩分半 兩分半 問很多問題 是要背心精采的精采天 然後驗瞳孔 驗舌胎 要驗舌胎 要驗舌胎 還牛舌 要驗DNA 哪有 驗DNA 還要拿過金鐘獎 最讓男生獎還可以進去 是不是 大哥 可以這樣的話 我今天也不會欠在一千萬 他那套儀器滿起來的 對 就代表我背後的金竹就是要很有錢 然後都是我在煮飯 所以那一陣 對 所以這五年 為什麼大家感覺我退休 我並沒有退休 我都在工作 只不過在吃什麼做飯 真的啊 很厲害的 對 所以現在就是 我返回來我的正業演藝事業 是因為OK 告一段落 我都經歷了這些東西了 不會再怕 可是我到現在還是欠在ING當中 真的啊 對 因為那時候疫情第二波就來了 第二波來了 我們餐飲宴沒有辦法就是接待客人 我們四個月就什麼 演藝圈那時候也沒有工作 然後我也沒辦法接餐廳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我就是要跟銀行借款 然後也是過著一樣的生活就是 這個銀行我有借企業貸款 企業貸款那時候兩百萬 然後就是因為疫情了 我還有借個人信貸 總共加起來是三百萬 然後來養店裡 來養員工 因為我之前開店的時候 有一些就是小股東 可是因為疫情大家都很窮 所以我就又把大家的股份 就是全部退還給他們了 這麼好 因為都是一些朋友嘛 所以變成是這樣 我一直在滾 一直在累積 累積到最後 他們會說因為你虧損 所以我們不能借你錢 所以這也不是任何人的錯 可是有的時候 銀行跟你講這些話 你就會很生氣 對 心情會受到影響 對 像我的銀行的業務 就是有一點 對啊 因為有個詞語嘛 我們是家庭 你家庭個屁啊 什麼家庭 你不是我的家庭 老沛 我跟你講說 親兄弟都要明算賬 所以我們知道是哪一家銀行 那時候跟你一樣 被他弄死了 奶奶個秀 有一點怨氣喔 你是家庭啊 還有 我是騎士啊 沒有 你知道嗎 我的銀行有很多 我跟了不同的銀行 借了企業貸款 個人信貸 然後紓困 到最後滾來滾去 滾到最後其實就是欠一千 我現在其實就是還了一半了 可是也是要謝謝就是 到最後我真的是 我一輩子 這是我人生 第一次跟朋友開口借錢 那一天就是我真的就想說 OK 我到底是 我不想要開口可是我需要 要不然我下個月真的就是 付不出任何東西 他二話不說他人不在台灣 他就說帳號給我 然後他請朋友處理 第二天他就把錢 匯到我的帳號 好好喔 對 待會兒那個電話 對 待會兒那個電話 對 待會兒那個朋友是誰 交換一下… 全部啊 真的是 那朋友是誰 他有在用Line嗎 有… 對啊 沒有嗎 這種朋友真的是 人生這一生 少之又少 很可貴的朋友 因為大多數你覺得是朋友的朋友 不但不會幫你 然後還會假裝就是 看不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很難得 就是很開心 所以到現在還剩一半 加油 所以請大家多找我上工作 對啊 OK啊 是不是 阿虎 阿虎姊姊也是因為開店 對啊 這個也是因為開店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 因為 欠了兩百萬 欠了兩百萬啦 唉唷 不低耶 最慘的就是這樣 為了開店 我要爸爸的退休禁 阿虎姊姊不好住啊 阿虎姊姊的退休禁 這也是真的是不得已的 先講喔 這個源頭也是因為開店 那個時候開店也是因為 就朋友就說要開店 大家都講的就是打得火熱 就感覺好像明天就要開了 其實我們身上又不留現金的人 所以怎麼辦呢 還好那時候剛剛不講朋友嗎 我還真有朋友 我就跟他說 不然就先借我個一百 我開個店 好不好 這個利潤到時候看怎麼還 還是要還也怎麼樣 唉唷 這個朋友還真的說好 馬上一百萬就拿到帳上 而且還是解除美金喔什麼 他還虧了一點喔 一百萬是 對 虧的給你囉 解美金定存 然後給你 借錢給你 也都沒有講說什麼時候要還 反正就有就還 那我想說太好了 因為開店 那如果這邊有盈餘 我就拿盈餘還你 那等於我 對不對 我一毛錢沒出嘛 店我也有了 人家借你錢你心地還這麼壞 不是 我們是有分 就想說有分給他 就說一時開的意思 是這種想法 但是我這個朋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可能也是因為疫情 他突然也是 然後他就說他想要拿回他的錢 我說我現在真的沒有錢給你 因為當初沒有講好多怎麼還 也不可能 三個月還一百嘛 因為你空手套白狼嘛 對啊 我計畫都講好 他拖壞我嘛 也沒寫借據 對啊 誰給你錢 坦白說我還真可以跑 但是因為我就覺得 我們其實是有良心的人 我們就覺得說沒事 錢我真的是跟你借的 那我一定會換給你 那怎麼辦 那我就是借那種有利息的 民間的 對 那一開始還好 一開始也就3% 3% 3%不是年利率3% 是一個月3%利息 所以一百萬 你每個月就要給他3萬塊利息 不含合金 很高耶 不含合金 他瘋了 沒有 好多 沒有辦法 不然我朋友要 對啊 他沒有辦法啦 所以我覺得3萬塊 對他3萬塊就可以解決事情了 對 就至少我先度過這個 疫情的時間 所以我就借了這個3%之後呢 還掉之後那這一條就沒了嘛 但我是不是多了一個3%這個 3%那時候疫情 我們根本沒有收入的 零收入 所以我每個月 我跟你講 就是你的債務 他不怕疫情 他每個月準時來找你 真的 他之前都越來越多 對 他們的人都不會 不會不找你 那邊人都不會來找你 那邊人都不會確診 打電話來那個聲音都很爽啦 那個要還錢囉 怎麼辦 誰的錢都可以欠 就是這種民間的不能欠 因為你不知道背後是什麼 而且這種東西就很麻煩的 所以怎麼辦 3%沒有啦 我還是等下還100萬 現在誰要借我100 好吧 我去找一個5%的 去壓那個3% 天啊 然後重點是5%還不借你整數 就是譬如說你差100 他扣掉就算了 重點是他說我只能借你50 所以我還有50要去解決 所以另外50我可能找一個10%的 所以我現在講都是月息 所以搞到 對 搞到最後我借到5% 10% 5% 8% 10% 15% 20% 然後他有一週20%的 一週 還有中時20% 一週20% 早到最後是真的不會有人借你 那怎麼辦 你這樣一直還下去 力滾力還不出來 後來真的是沒辦法跟家人說 然後這個 爸爸就停了 對 就是那種謹慎的那個退休金 剛好就差這一點你知道嗎 你不要小看 那個時候他退後天他給我 我實在跟他借到40幾萬 單的40幾萬如果我不還的話 是要管一週20%的 等於說每一個禮拜多 一定要8萬 然後48再滾 20 對 而且重點是他還要 他還不給你一直滾下去 他還要跟你喊停的 比如一個月之後 他覺得一定要你還清本金 而且你還不能一次 還不能分期還 一定要 譬如說你跟他借40 你最後要還的時候 一定要40萬一次還給他 我不能說我現在還個3萬 2萬加1萬 不可以 不行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然後搞光 然後這很慘 那我想請問 現在就是已經 爸爸那個退休金有拿回來了嗎 你說我也沒有還給他是不是 沒有 當然我的債務有減少 但是爸媽那一條畢竟沒有利息 我看我最後再還他 所以你現在Toto到底 Toto全部到底 沒有 這個200萬是賬上 那個時候賬上200萬 但其實來來回回的流水 早就超過分了 應該有這樣 3倍4倍以上 超過分了 無尊你也知道你也不借我錢 我不知道 我是今天 我真的投資 每次阿武跟他借 然後他說 我剛好開25家 剛好開26家 剛好開27家 因為剛好真的拿去錢 去做別的投資了 沒有 我是今天 因為我跟他非常的好 可是我今天在節目上 才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 他從來沒有跟我講 不是 我跟你說 還好 你講了 那今天就借他嘛 對 我剛好 我給我一下一張股票 我等一下把Ken哥的聯絡資訊給你 太麻煩了 我需要 我會把這本書送給你 來 太好了 你讓時間奪走 你該有的燦爛 來 女生 我們來聽聽作者怎麼講 好不好 作者這一條應該算 今天算小 對 我比起來我算小 但是因為我是在 很年輕的時候負債 我是大概差在17 18歲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住在季養家庭嘛 然後高中 因為我一路上都一直在打工 然後國高中的時候 存到五、六萬 就覺得自己可以搬出去 因為以前一直寄人籬下 就是過了滿多 有一些滿不太好的經歷 然後我17歲就搬出去住 家具買一買 其實六萬塊一下就沒了耶 一下都沒了 就身上一下就沒了 然後我發現我比他們幸運的是 我沒有銀行可以借錢 因為我那時候不到20歲 然後也沒有信用卡 所以我沒有辦法再借更多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 身上的積蓄等於花完 然後我連 我那時候最難過的事情是 因為我一心想著要讀好大學 因為以前生活比較辛苦嘛 就覺得至少要大學畢業 才可以讓人家瞧得起 然後那時候是 因為學貸是20歲才能辦 如果你沒有20歲 你要有監護人陪同 可是因為我家人 他們全部都在日本 所以我在台灣 是沒有所謂的監護人 所以我就 然後那時候學費繳不出來 然後我印象很深的是 那時候是夏天 然後我回到家就很熱 然後很想買個冰水 我都買不起 然後想說去看一下帳戶 看剩多少錢全部領出來好了 結果帳戶只剩下125塊 是領都領不出來 可以領100啊 不行 那時候不行 100好像不行 那個時候好像不行 可以那時候25領都出來了 最少要1000 最少要1000 對 那時候真的沒有 然後房東都會敲門 因為我已經可能兩三個月 都沒有付房租 然後我覺得 就是一般人可能想說 負債到不了最後就是回家拿錢 拿錢 最後就是回家 但是我沒有這一道管道 所以我欠10萬 對我人生來說已經很嚴重 那時候已經幾乎要露宿街頭了 然後我又沒有錢 我連吃飯錢都沒有 然後那時候窮到就是每天 我知道我家樓下的 那個便利商店 每天兩點會丟掉過期的東西 對 我就會去拿那個過期的食物 是喔 集齊品 對 集齊品 然後從那時候就練就了 因為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大概一兩個禮拜去一次 那妳有遇到佩德羅嗎 佩德羅應該也會 佩德羅應該也會 明星耶 我… 妳是明星 好… 明星這樣不恰恰 然後我那時候 住在頂樓夾蓋不是有40度嗎 然後冰水也買不起 可是又很想喝水 然後我家唯一能產出水的 只有那個熱水器 所以我就只能拿深水 然後去組成熱水 然後很熱的天氣還在那邊 因為那水就是主廢了 就一百多 一百多這樣子 然後每天就喝那個熱水 然後在那個天氣底下 然後也沒飯吃 吃那個便利商店過期的東西 我就說這些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吃耶這樣 然後就假裝說 這樣好浪費食物 我說我可不可以拿走 他說可是這個都過期囉 這個就算再撐一、兩天 它就會發霉了 然後就說沒關係 我可以吃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有跟樓下的 便利商店店員 他就有分給我 但真的很快那種麵包 還有牛奶真的很快就會酸掉 臭掉,去夏天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練就了 我常常吃那種壞掉的食物 就是發霉我也能吃 就是麵包只要發霉 我就吃沒有發霉的醬 假裝是大蒜變發霉對不對 對 就發霉的地方不要吃這樣 妳家裡冰箱 一定是不用叉叉頭對不對 因為沒有菜放在冰箱裡面 有 我會繼續放進去 所以我之前有過就是 還是會繼續放一些發霉的 對 就可能 然後我就會把 就是吃一部分 然後再把它放回冰箱 再拿出來熱 所以我都可以熱到菜已經酸掉了 我都還是繼續吃 只要不長蟲 我就可以繼續吃 天啊 就是那時候已經苦成這樣 所以我就很羨慕有家庭的人 就是可以 可以有投資的機會 因為像我現在就屬於 個性比較保守 我就不敢投資任何事情 我也不敢創業 也不敢開店有什麼幹嘛 因為我沒有後路可以退 所以我覺得我滿幸運的是 我在十八 十九歲 就已經經歷了 可能露宿街頭 那時候是真的窮到 我還去看 因為我即將要被趕路去 你去睡街友也太危險了嘛 可是因為我沒有地方去啦 我沒有家 我們有喔 那妳有跟那些街友對話嗎 只是去觀察 真的去當街友要具備什麼 譬如說要有紙箱 要有棉被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他們棉被哪裡來的 就是我真的認真研究街友 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然後才可以開始去露宿街頭 其實有一些傅幼協會 它會幫助像你這樣子 真的嗎 對…有一些協會所以 對 我那時候可能都不知道 太年輕 街友 街友不是說妳想睡哪 就睡哪 不是喔 那個地方是 有紙箱 那個妳不能亂睡 他們會弄妳的 趕妳的 好可怕 出是我 妳是我的 地盤的 地盤的 但是我記得是不是 可以去申請像什麼 低收入戶 這個是不是可以申請 可是那個要家裡去申請 他沒有家 他沒有戶口 但好險也沒有真的到露宿街頭 最後借我錢的是 我姐姐還有我媽媽那時候的丈夫 嚇我一跳 我還以為是 借妳錢的是阿虎的爸爸 沒有… 對啊 那這樣真的是要還錢 你怎麼連的 對 我現在剛剛沒借我 借我的是阿虎的爸爸 算一員的吧 然後還有我那時候滿幸運的是 就我姐只借了我一點點 因為她也沒有多少錢 她也只大我一歲而已 她也沒多少錢 然後那時候最大填補我這個 負債的是我後來有被經紀公司挖掘 然後他們就有先幫我還清 太表演 所以後來我就很效忠於公司 那幾年… 真的 對 就是打工的經材 我覺得我算滿幸運的 但好像光是妳今天這個故事 一講出來 妳的書一定都大賣了 真的耶 對不對 好辛酸喔 給大家看一下 小時候比較辛苦一點 妳這樣下來的話 妳的腸胃很厲害耶 鐵打的腸腸腸 對 好像算是比一般人 還撐得過去 但是我就是條件比別人差 就像我現在胃就很不好 你看 對 她上面真的有點失壞了 某一次我去做簡單的身體檢查 才發現到身體有很多器官 已經出了狀況 胃潰瘍 胃穿孔 咽喉嚴 脫衣腺結石 食道灼傷 就是因為長期這樣子一直亂吃 一些過期的東西 所以導致我就是身體 有點壞光光 而且那時候還在發育的時間吧 需要營養的時候 好不好 這個幻化成自己的 自己的經驗會幻化成養分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也是一個窮大學生 我沒有吃酸的麵包 我是吃比較新鮮的噴 就是同學們 剛剩下的那道菜我馬上吃 這樣不會酸掉 這也是一招 同學的 我就是 有這個我也會 這我也會 成功人士 我是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用財有度負責任的一個男人 我不會借錢 雖然我這一套都是跟幕後借的 但是 怎麼講出來了 真的是很 你現在是不是都跟我們那個 我們幕後工作同樣沒有衣服穿了 你現在還要用一個圍巾 我這面部被你拿得多錢嗎 你還自人嗎 他用一個布包在那邊 沒有布可以穿了 你為什麼這樣 你搞什麼 想說你們一直先我 不穿衣服那就穿他的 Anyway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為什麼欠6萬 這也是 因為我說我不盲目消費 就是 但是有一些官方的機關 他們是很愛強名財 應該大家很有同感吧 就是 什麼東西 在西班牙信用破產 6萬用信用破產 對… 那跟政府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那時候大學生 就是巴塞隆納赤製大學 因為我們那邊巴塞隆納要去 巴塞隆納赤製大學的 那個類似台鐵 火車 一個學期300塊有元 太貴了 太貴 那怎麼辦 然後討票有時候被抓 就150塊有元 罰單累計6年1000多塊 再來大學生有時候喝酒 在路邊喝酒被罰100塊好幾次 他們是不能在路邊喝酒的 不可以在路邊喝酒的 共享的腳踏車類市場車 有時候闖個紅燈100塊 再來電信公司 他們也是很像詐騙集團 就是我都是買那個最便宜的 一個月15塊有元的那個流量 有限 但有時候他們闖個訊息說 你的流量用輕了 就開始另外算 所以月底來一個100多塊的那個 費用 不繳 不爽 就換一個電信 這樣 三個大電信我都欠了100多塊有元 也累積了2000多塊 你這就是一個 製作地不可活的故事 你講還這麼有自信的講求 對啊 都是委屈錢 不爽 是不是很不想還 對 那我現在就不回西班牙 就一直在台灣那一個年 有道理 台灣的錢竟然要繳 我現在每次 這什麼故事 台灣的不繳要去到日本去嘛對不對 我現在把他都報警 這個就是不繳 我已經欠了10年就是10不繳 你在台灣本身有欠債嗎 台灣沒有 台灣你就會繳 台灣都很棒 頂多就是借工作人員的衣服 對 上前路這樣 好 人生是自己的嘛 麻油他也欠了很多錢喔 25萬 為什麼 我是 什麼原因呢 6年前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是為了上大學 然後就沒有想到我就 一來就 然後 就 我沒有想到女團就這麼 這麼燒錢 很燒錢 就買衣服啊 交通費也是 你們要自己買 對啊 因為我住在淡水 然後練習的地方是在內湖啊 或是南港什麼的 交通費也是很貴嘛 然後就是也 前兩年也沒有什麼收入 嗯 所以就是 就是我邊打工 然後邊練習啊什麼的 但是打工的錢也是不多 因為就是有一些可能通告啊 或是商業的錢 也不是那個一個月後就可以拿到 可能就是三個月後 或是半年後才可以拿到 然後就有一天就看戶頭 就只剩 兩千塊台幣 我就沒有辦法繳返租了 所以我只好打電話給我媽媽 然後說我日本打工的錢 就是還有剩一些些 所以可以拿我的帳號 然後就是 寄一點錢 對…寄給我媽這樣子 結果我媽媽是拿自己的錢 然後就寄了 100萬日幣給我 所以就是 哇 對 我為了莫想我獻了 夢想獻了一屁股債 100萬日幣 大概就是25萬台幣 就是欠自己媽媽 對 欠自己媽媽 但我真的很不想欠她的錢 因為我也是單親 然後她自己也是很辛苦的 就是養我 我跟姊姊跟哥哥 所以我不想要借她的錢 然後但是就是我媽媽 就是為了支持我的夢想 所以她就說沒關係妳就花 但是我後來是滿難過的 因為就是疫情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三年沒有回去日本 然後那時候遇到 我狗狗跟外婆過世 然後就想說 我應該要回去日本賺錢 然後更難過的就是因為 我隔了三年之後我會去大阪 然後那時候我帶我媽媽去散步 然後就我媽媽走得超慢的 我就想說 妳越來越胖 然後妳走路也走得那麼慢 妳怎麼了 妳應該要多運動一下 然後她就才跟我說 其實三年前 剛剛疫情發生的時候 她確診了 然後就有一次就是她呼吸困難 然後她以為就 然後她就以為就這樣就掛了這樣 然後就聽了就馬上大哭 我就想說很自責 我為什麼我要 身體不好 對 就是 媽媽年紀大了 對啊 所以就過了這些日子 還欠著 如果現在我們這是直播的話 已經開始抖內了 對 我建議 妳現在為什麼都加這一段 已經開始抖內了 抖內已經火箭什麼都送了 好啊 直播結束就可以還媽媽錢 對 就已經還完了 可是我也很幸運 就是我媽媽真的還支持我 也沒有反對我這樣 好 我們也祝福馬鈺 謝謝 好 其實大家被錢逼到 你知道真的沒錢嗎 通常會有一些省錢的方式 像你看小齊軒那個是 比較不好的做法 那個發 麵包都發了沒了 她還吃對不對 就不行 有什麼樣省錢的好方法 來 大家分享一下 對啊 我為了神片我開始 每天都 然後我會 因為煮飯的話 你比較容易控制那個 重量跟那個假錢 然後這樣可以控制 一個禮拜不要超過 一千五百塊 然後有一個時候 我真的沒有錢到 我會去工作 要去這麼講要拍廣告那種 然後我會帶我的水壺 然後會轉稅 這樣可以回家喝 怎樣不用花錢來賣水那種 不用賣水 所以你就變成一個法國的小梁哥 對 法國來的梁鶴泉 就開始會拿攝影棚的一些 水啊 拿便車啊 偷一些電啊 水啊 水可以啦 但OK了 我們都已經被小梁哥訓練了 我們的包容力是很強的 我覺得這個不可恥 我到現在還是會 但是我不會說去拿水 我會拿譬如說劇組有時候 便當 比如說欣雅來探班 飲料就招待了 就是我覺得不用喝完的 我就會帶回家 我吃這個 不要浪費 然後劇組的便當 或者是棚內你們中 我相信你們待會兒晚上的便當 來你們不會吃中午的便當 但為了事實上 便當還沒壞 我就會帶回去 會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我就會這樣 可是有時候量滿大的 你真的都會帶 會不會拿去轉賣 我就拿兩個 頂多兩個就轉賣 太賤了吧 轉賣 只是在中天門口就開始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都各位講一下 這個好像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是 錄影的便當 便宜賣一個25 然後阿Kent還吃過兩口的 你這樣講出來小梁哥會不會照做 沒有 小梁哥現在應該會想要這個 我們劇組有時候便當 大家這邊好像吃到怕了 有時候那便當 甚至剩十幾顆 二十幾顆 我們會帶到龍山寺那邊 去給街友 因為 你放著也是丟掉 我們今天重點不在這邊 我們重點就是 我怎麼過我悲慘的生活 我最慘的時候我有 我有偷拿過室友的 偷吃室友的蘇打餅乾 然後喝自來水 然後到底下 隔著玻璃看電器行的電視 那是我最悲慘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就是做到一個 就是 因為省錢的方法很多 但是我從那個時候 我剛剛有講說 我有一間女朋友是李磚 然後他就教我 教我的一個就是 記帳的方法 他說我每個月就給你2萬塊 包含了你的育樂 你只能花2萬 代表你每個禮拜只能花5千 那怎麼樣才能花到 就算到5千 你要記帳 你要給我們看他的照片對不對 記帳 真的有 記帳本 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還在記帳 你買餅乾也會記100塊 每一筆錢 每一筆錢都要記 每一筆錢 你打彈珠也會記 女兒打彈珠也要花 女兒打彈珠 撞元高100塊 每一筆錢 停車費20塊或者是怎麼樣 你吃 燒餅油條85 扭蛋100 兩個 女兒的 很好的習慣 諾比長買到310喔 就是 諾比長 都買三份 沒有 他買給全家吃 所以我覺得記帳是一個很好的 讓你知道你的錢花到哪裡 你大概花多數 對 每個禮拜就是花5千 但是有超支的話 你這個月 譬如說這個禮拜 你禮拜天結帳 6800多 你就代表你超支了 下個禮拜看能不能再把它 省一點 再補回來 曾軒是誰 曾軒是誰 是火鍋店 火鍋店 還以為是女生的名字 火鍋店 什麼內衣 什麼內衣 什麼曾軒的內衣 那妳的內衣 Lukin的網路照片 龍亨3萬 龍亨3萬 怎麼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我希望大家 可以練習的做記帳的動作 這個動作已經大概累積了 大概有 而且其實因為現在除了紙本之外 現在很多APP 對 它都有記帳 你看 所以你知道馬哥這個人 就做事光明磊落 他不怕我們看 他沒有在怕 龍 龍 有龍 龍 有龍 龍 龍 龍祭 龍祭就是水源市場龍祭草 會辦那個很有名的那家龍祭 很久了 而且他截得超細的 我只帶了其中一本 好厲害 還有另一本 但因為每一年 每年都有一本 合法的是這一本 不合法的在另外一本 這個我希望大家 將還是老的啦 好厲害 好啦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 大家的經驗分享 分享完之後呢 我們希望下一次來之後 大家可以是分享致富的故事 好嗎 好 好不好 滿正面的 好不好 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耶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